男人骑马路过一具吊死的尸体 整个头部被黑布裹住 他并没有感到惊讶 这种事在西部再正常不过 附近只有一家亮灯的酒馆 当他打开门发现 有四个男人正在玩牌 酒保默默到了卑微事迹 他总觉得有些奇怪 这里的人太少了些 酒保表示时多时少 眼见他不愿多聊 男人又走到了牌桌旁 四人露出诧异的目光 其中一个老头喊出他的名字 狄克特并不意外 他可是著名的转轮枪大师 被誉为弹无虚发的火炎旺 但他们有着人数优势 狄克特也不敢拖大 几人文言纷纷露出笑容 他不解有什么好笑的地方 老头说完不再多言 狄克特转身回到吧台 疑惑山上吊死那人是谁 酒保肯定是某个杀人的枪手 就算有名字也不重要 狄克特觉得可惜 那可是难得的绞刑 如果让尸体晃来荡去 他会觉得更有趣一些 酒保看出他对死亡很热衷 狄克特毫不否认这点 他有制造死亡的天赋 不料就在这时 一旁的钟声响起 四人不约而同看向时钟 现在刚好是九点 白茂南不由深吸了口气 老头也提醒时间到了 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随即就要起身出门 狄克特打去可以接替他 白茂南显得有些愤怒 他连忙表示是接替打牌 狄克特只是看到有灯光 所以才进来喝一杯 白茂南却说他了解自己 狄克特突然想到了什么 认出白茂南名叫麦金利 可他明明听说 麦金利在一家酒吧外被伏击了 而且被一枪打爆后脑勺 看来这只是谣言罢了 随即替他感到高兴 麦金利解释事实摆在眼前 提醒狄克特别太激动 他听得满头雾水 只见对方一把开门走了出去 随后便传来一声枪响 狄克特惊愕地走到门边 老头连忙将其喊住 疑惑他要去哪里 他们并不好奇外面的事 而是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人的后脑勺被炸飞了 老头表示自己是名医生 用专业知识判断 猎枪瞄准后脑勺的结果是秒杀 他根本不用看就知道 狄克特忍不住好奇往外看去 两个壮汉搬着麦金利的尸体 领头人准备把他埋了 而酒馆的位置空了一个 宗茂南让他过来打会牌 狄克特最终选择坐下 但心中的警惕没有放下 想弄清楚三人的身份 宗茂南没给什么好脸色 他们其实都是老熟人 催促不要娘们唧唧地出牌 狄克特瞬间不乐意了 警告对方搞清楚在和谁说话 宗茂南依旧投铁得很 他知道狄克特自诩为枪王 就像每个西部牛仔一样 可他偏偏记不住是 手快脑漫是最致命的错误 经过一连串的提醒 狄克特终于想起宗茂南的身份 不敢置信他还活着 奥本用一秒半就干掉了托尔 他吓得急忙起身 觉得自己应该是发烧了 并且把脑子烧糊涂了 随即命令老头开点药 医生解释处方药没有效果 他建议狄克特把枪取下 这样有助于延年益寿 但他却根本不听 托尔嘲讽蠢货一枚 狄克特绷不住了 就要在酒馆展开决斗 可就在他要下蹲时 一旁的钟声再次响起 时间又来到了十点 托尔知道意味着什么 狄克特庆幸自己 不是唯一一个脑子烧坏的 外面只有冰冷刺骨的黑暗 他却要出去晒太阳 但托尔无比紧张地准备着 外面传来年轻男子的叫喊声 他下定决心予以回应 随即一把拉开酒馆大门 刺激的阳光静止照射进来 狄克特连忙问起那人是谁 托尔回答是枪法很快的傲本 在关上大门的瞬间 四周又恢复了黑暗 狄克特还想跑出门去 医生再次将他喊住 表示他什么都做不了 除了坐下玩几句扑克 也就是这时 外面传来两声枪响 谁胜谁负早已得知 狄克特仍然不敢置信 认为他们全都发烧了 这些事其实没有发生 不料钟声又又响起 时间来到了11点 最少话的老头起身 狄克特逐渐开始崩溃 班尼特就是专门抢银行的枪手 他有一支珍珠柄手枪 被誉为风速一样的扳机 这层是班尼特的骄傲 直到他在银行出纳员身上 开了两个洞 才明白藏在河边走的道理 狄克特听说过一些事迹 他被警察围堵在银行 最后逃到一座小教堂里 他刚想爬上梯子抬头发现 一个警员拿着来副枪等着自己 说完必要走出门去 班尼特最终也不再停留 狄克特逐渐想起些什么 他们都有共通点 只有死亡才能分离手枪 医生曾以为自己和杀戮无关 拯救那些用枪的孩子 可每救活一个病人 就会害死一名受害者 就在这时 12点的钟声响起 狄克特已经知道结果 医生在某天晚上 从抽屉拿出一把枪 最后亲自扣动了扳机 或许在拿起武器的那一刻起 他们命中注定都要失败 医生说完便要离开 狄克特急忙反驳不对 他的右手宝宝未老 拔枪比任何人都快 医生承认他很有天赋 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他怎么知道自己是不败战神 狄克特表示自己从没输过 但总有不幸降临那天 直到某个更强大的枪手出现 那就是他偿还罪孽的时刻 医生说完默默离开 狄克特终于绷不住了 急忙追问这事 狄克特听完不再挣扎 只觉得等候是毫无意义 随即就要再来一杯 九宝却摇了摇头 他已经没时间了 外面传来许多嘈杂的声音 那是陪审团的判决 就在他最后一次杀人后 狄克特彻底记起所有事 默默给自己戴上帽子 他死也不愿回到这里 但时间是无限的 九宝一直都会等他 此时狄克特骑着马路过 看着那具熟悉的尸体 他这次选择了停留 用手将黑布掀开 发现那人竟然是自己 狄克特下的从马被摔落 整个人连滚带爬跑路 然后再次回到熟悉的酒馆 四个哥们又在打牌 九宝已经备好威士忌 他突然想要逃离 不料那个钟声响起 时间又变成九点 他们开始了下一次循环